刘海素 仪式沧桑 美国夏威夷国家大学 课作教授 诸有艺术学概论 艺术理论基础 美术欣赏 目前研究的方向是 艺术学 中国绘画作品的这种演进 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传承 思想和积累的一种传承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齐白石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 他的生活年代 更接近我们的著名的画家 这个人他在中国的绘画史上 开创了美术模特的先河 大家能不能马上就能判断出来 他是谁呢 刘海素 刘海素 我一听到刘海素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了那四个字 叫沧海一素 刘海素他的生平是什么样的 他对中国绘画发展的贡献 又是什么样的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他的作品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还是请杨教授带领我们去走进刘海素 今天我们讲刘海素艺术作品 欣赏 刘海素是怎样一个人 刘海素一生最著名的事件是什么事件 好像是模特风波吧 你知道在中国绘画教学中 第一次使用模特是谁 应该是刘海素 刘海素之前有吗 好像没有吧 有 刘海素之前有 李书童 真正第一次是李书童 但是李书童呢 因为影响很小 没有引起大的风波 但是刘海素引起了大的风波 因为模特事件呢 给刘海素就产生了一个雅号 叫艺术叛徒 因为刘海素自己不拒绝这个雅号 如果他自己拒绝了 他当然就说不上是雅号了 别人也这么看他 1962年 刘四开政协会议 像郭沫若呀 陈毅呀 什么刘海素都去参加了 刘海素一进门 郭沫若就站起来了 就高喊 艺术叛徒来了 而且又领着刘海素一块就入席 主持会议的是陈毅 陈毅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就朗诵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 是刘海素有一幅画 叫九西十八剑 那么在这幅画上 郭沫若提了一首诗 这首诗 就把刘海素称为艺术叛徒 那么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艺术叛徒胆量大 别开西境做奇化 那陈毅就朗诵了这首诗 那么为什么要把刘海素 成为艺术叛徒呢 刘海素为什么 为什么由自己 也愿意承认自己是艺术叛徒呢 这件事我们下面再说 客观地说 刘海素在艺术发生时 他叛变的事情并不多 那么刘海素为什么叫做艺术叛徒呢 因为刘海素叫艺术叛徒 与模特事件相联系 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刘海素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家 应当说 刘海素是一个很全面的艺术家 刘海素不单会画国画 而且画油画 因为他画油画 他就有许多艺术家相区别 比如说他和 吴长作相区别 和齐白石相区别 和张大千相区别 他不单画油画国画 他还画泼墨泼彩 刘海素他在画油画的时候 他对西方现代派的艺术作品 是个传承的态度 他记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当中一些精华 在这点上他和徐飞鸿相区别 比如说他记取了赛上的艺术作品的精华 赛上属于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有赛上 梵高和高庚 刘海素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石涛与后期印象派 在这里我首先要解释一下 过去后期印象派这个概念并不很准确 所谓后印象派是指着印象派之后的 另外的一个画派 这个画派在一定程度上和印象派是相反的 那么在这个后印象派 他的最根本的主张 就是主张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 那么后印象派和石涛有什么关系呢 这又好像八干子打不着的事 但刘海素认为 石涛与后印象派有一个共同的艺术主张 就都主张艺术要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 而不是真实的表现事物的形貌色彩 所以他很喜欢赛上的作品 所以他专门临摹了赛上的一幅作品 叫做《一死者之屋》 这是临摹赛上的一幅作品 有一个人在这里吊死了 刘海素对马蒂斯的野兽派也有传承关系 他也汲取了野兽派的精华 当然我们这里一提马蒂斯 一提野兽派就想起许多可怕的事情 其实马蒂斯的野兽派并没有任何可怕的事情 马蒂斯自己说 我的作品像一把舒适的甘乐椅 当你一天经过了辛辛苦苦的一天 你奔波了一天 你很劳累了 当你回到家里边 你看到你家里挂了一幅野兽派的作品 你像坐在一把舒适的安乐椅上 你躁动不安的心 你就会凝静下来 我们来看马蒂斯的作品 蓝色的罗布 这是马蒂斯的作品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看刘海素的作品 《女人体》 我们下面再看刘海素的作品 《夫人像》 都有马蒂斯的那种精神 刘海素还有一幅作品叫做《红与绿的和谐》 其实马蒂斯自己就有一幅作品叫《红色的和谐》 刘海素不单对野兽派记取了他的精华 对印象派也记取了印象派的精华 刘海素的杭州灵影 印象派最根本的一条 要真实的表现自然界的光合色 而不是真实的表现事物的形貌 所以我们看有些光合色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应该说光合色表现得很好 但是我们并不能很好地来辨别这人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印象派毕沙罗也有一幅作品 名字叫《蒙玛特尔大街》 也是人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也分辨不清楚 但是色彩表现得很好 那么刘海素对梵高作品的精华也是记取的 他有一幅作品叫《香山红叶》 他在做这幅作品的时候他就想起了梵高 所以在这幅作品上他提了一首诗 叫做《诗情画意量无心,苍松红叶亦自身,性道图成,秋思远,人间幼道是梵高》 画苍松,画红叶 这种诗情画意是深刻的 那么在画到非常高兴的时候 当我画到我的思想感情 通过这秋天的景象表现得很远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梵高 确实他对梵高的艺术作品也是在模仿的 比如我们看 大家都知道梵高最著名作品《向日葵》 刘海素也画《向日葵》 刘海素的《向日葵》 这由我们来说一说刘海素的《泼墨泼彩》 那么刘海素画《泼墨泼彩》 张大迁也画《泼墨泼彩》 那么张大迁的《泼墨泼彩》和刘海素的《泼墨泼彩》 有区别吗 我们说也有区别 因为张大迁的《泼墨泼彩》 往往以文静见长 表现那种孤寂冷准的一种情感 而刘海素的《泼墨泼彩》 以狂热取胜 表现那种热烈兴奋的一种情感 我们来看看刘海素的《泼墨泼彩》 一幅作品叫《青绿山水》 一幅作品叫《粗绿大叶的荷花》 没有任何秋的萧索 没有任何的冷静孤独 就像春天一样 充满了热烈的 兴奋的 一种相上的一种情感 刘海素何曲画家 大胆创新 画模特引风波 不拘成规 包容古今中外 刘海素一生坎坷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梳 刘海素 抚恤百年艺术家 杨奇教授解读大师 仪式沧桑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一讲 刘海素获得艺术叛徒 这个称号的原因 那么起因是由于模特世界 刘海素呢 是1896年 生在江苏常州 1915年的时候 在上海美专 当时学人画画的时候 就想使用模特 本来这件事 今天来看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时这件事情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1915年的时候 当时要画模特 实际上根本请不到女模特 当时请了一个模特 是个15岁的男孩 他的名字很特殊 叫和尚 是个小男孩 实际画的是个小男孩 一直到1920年的时候 才请了一个女模特 是个白鹅 那么后来这件事情 引起了轩然大波 是什么事情呢 是1917年的时候 当时上海美专举办了 一个学生的作品展 在学生的作品展里面 有裸体的模特像 当时在上海 成东女校校长 叫杨白民 看了这个作品以后 他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他说刘海素 真艺术之叛徒也 教育之毛贼也 从此艺术叛徒产生 那么刘海素对待 人家称他艺术叛徒 他自己什么态度 他想起了西方艺术的故事 当有人看了 莫乃的作品以后 把莫乃的作品 称为印象派 本来是个贬义词 但是莫乃对这什么态度 莫乃说好 你说我是印象派 我就是印象派 愿意号召人们 大家都来做印象派 当人们看到马提斯的作品 把马提斯叫野兽派 那马提斯什么态度 马提斯说好 你说我是野兽派 我就是野兽派 并且号召人们 大家都来做野兽派 大概这个事情影响了 刘海素 刘海素说好 你把我叫印象派徒 我就是印象派徒 我盼望朋友们 别失去影响 大家都来做一个艺术叛徒 正是艺术叛徒 推动了人类的新生命 不断去创造 不断发展 所以艺术叛徒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完 到了1924年的时候 上海美专一个学生 在江西开一个画展 在这个作品展里面 也有罗提摩的素描像 当时江西的警察厅 封了这个画展 当时刘海素起而奋战 写信给教育部 写信给省长 然后一定要求撤销 这种无理的规定 后来这件事 闹来闹去 惊动了孙传芳 当时是苏哲晚干民 五省的联军统帅 孙传芳就给刘海素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就说 你取消模特吧 取消了模特以后 大家并不会说 上海美专有什么不完整 相反的 对于上海美专的名誉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刘海素不予所动 坚决要有模特 孙传芳下通缉令 所以许多人劝刘海素走 刘海素不走 刘海素决心与上海美专共存亡 你可以说 这时候他还是 这个态度非常坚决的 这时候也有一些事情 就是说 社会上一些坏人 也给刘海素添了许多乱 刘海素不是主张模特吗 坏人说 好 刘海素主张模特很好 我也主张模特 游行示威 在那卖黄色的裸照 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复杂 所以有人报纸上发表文章 说刘海素使用这个模特 对学校来说是丧尽天良 对模特来说是忍羞寒辱 对社会来说有伤风化 由百害而无一律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坚持下来的 当然刘海素并不是第一次在教学中使用模特 在教学中第一次使用模特是李淑彤 不过当时影响很小 没有引起这样的一个波动 但是刘海素使用模特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不知道为什么 模特世界是一个特殊敏感的一个世界 1964年 当时在四清 康生做了一个批示 康生说 过去中国古代的画家难道画模特了吗 五道子画模特了吗 不是没有吗 不是也画得很好吗 所以康生就说模特应当禁止和废除 文化部紧接着下了一个文 在艺术院校里面要废除和禁止模特 中央美院有两个教师很了不起 一个叫文立鹏 一个叫王世阔 直接上书毛主席 认为艺术院校必须画模特 1965年7月18号 毛主席在这个来信上批示是这样说的 此事应当改变 男女老少裸体 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 不要不行 封建思想应加尽职 是不妥的 即使有些坏事出现 也不要紧 为了艺术科学 不惜小有牺牲 这封来信的最后 毛主席又批 说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 只有一个徐维宏留下了人体素描 徐维宏学过西洋画法 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素 今天我在这里讲讲模特 我也顺便说两句了 往往一讲模特就与一个友商风化的一个黄色故事相联系 我可以告诉周围 我在艺术院校工作多年 我认为模特没那么黑暗 我们在校园里面遇到模特是很尊敬的 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 刘海素晚年想到了关于他在绘画中 倡导模特这件事情 依然豪情万丈 刘海素这样说 二十年代 在与军阀孙传方 因人体模特的冲突中 使我体会到一个普通的中国艺术家 一招顺应了历史的要求 能为珍善美呐喊几声 给封建思想一些抨击 真是莫大的幸运 刘海素何曲画家 大胆创新 画模特引风波 不拘尘规 包容古今中外 刘海素一生坎坷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往天上云卷云梳 刘海素 抚恤百年艺术家 杨奇教授解读大师 仪式沧桑 为了全面的了解刘海素 我想对刘海素的一生 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旅欧之前 第二个阶段 旅欧时期 第三个阶段 旅欧归来之后 第四个阶段 解放之后 从49年到78年 这一段 最后一个时期 从78年到他去世 大约可以分为这几个时期 我们首先介绍 第一个时期 就刘海素旅欧之前 刘海素旅欧呢 是1929年 这一年 刘海素34岁 我介绍一下 刘海素34岁以前 是个什么状况 刘海素1896年 生在江苏常州 刘海素的父亲 叫刘家凤 如果 叫我简单的说一下 刘家凤 刘家凤是个大胆的人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法 第一条 刘家凤是书乡门第 但他大胆的参加太平军造反 第二件事情 刘家凤是书乡门第 但他不走客举之路 他走经商之路 第三件事情 刘家凤一生 他追求着反清复明 刘家凤死的时候 已经是1919年 这是清朝已经灭亡了 但是刘家凤死的时候 要求家里人给他穿上 明朝的衣服下葬 为说刘海素的父亲 是为了说明刘海素 那么刘海素怎样一个人 刘海素叫我说 同样是一个大胆的人 他的父亲刘家凤的大胆 这个基因就传给了刘海素 刘海素有几件大胆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刘海素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艺术校园 刘海素就在家里边 学了一点画 学的很少 13岁的时候 他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 在商店里 买了一本西方油画的画册 照着临摹了一些作品 所以14岁回到家乡 他办了一所艺术学校 教员指他一个人 就是刘海素 这一年刘海素14岁 我想这个14岁当艺术教员 可能不单是空前 而且会绝后 第二件 就是刘海素是中国最年轻的艺术学院的院长 那么以后刘海素到了上海 办了上海艺专 这一年刘海素16岁 院长他请了另外一个人当院长 他当副院长 但是由于他是投资人 他是实际上的院长 20岁的时候 他那个郑院长不干了 于是他就成为正式的艺术学员的院长 20岁 而且他可能是中国当艺术院校院长 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他从1916年 他是20岁的时候当院长 他一直当到1949年 1949年实际上在解放后 在1958年之前 他还是院长 大约当了30几年院长 可以说他是中国时间最长的艺术学院的院长 第三件事情 就是刘海素第一次招男女同校学生 也就是说上海美专是个男校 但是招女生 那么招女生有许多著名的画家 比如非常著名的潘玉良 就是他招进来的 第四件事情 就是刘海素第一次在教学中使用模特 刚才说过 第一次使用实际是女书童 但是影响比较小 那么刘海素在他旅欧之前 他的艺术作品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 在旅欧之前他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戴帽女豪肖像 我看的有点像西班牙画家 威拉斯开斯作品的那种风格 我们再看一幅作品 就是刘海素画的前门 我觉得这幅作品应当说 是旅欧之前的刘海素的代表作 他的风格 庄严 伟大 气势 好像就有天那么高 有地那么大 扑面而来 以后刘海素到了欧洲 去参加过欧洲的画展 当时在欧洲展出的作品 就是这幅作品 那么刘海素还画了一幅 孟河宫 依然很有气势 庄严的伟大的 刘海素旅游期间 是从1929年到1935年 先到法国 以后到德国 1929年 刘海素33岁 到了巴黎 到了巴黎以后 给刘海素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他感觉到 欧洲的话谈 现在是野生外事主导 学院派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 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参观博物馆 参观画展 临摹那些大师的作品 刘海素临摹别人的作品 跟别人临摹不一样 那么别人临摹的作品 往往能够很像 但是刘海素临摹别人作品 往往不太像 但他着重的 是和艺术大师心灵的交汇 比如他临摹 米开朗契罗的作品的时候 他这样说 我看了米开朗契罗的作品 似乎已经吸收了他的精华 似乎已经深入到他的心肝 我感到了他的痛苦 我和他一同在无业 我似乎和他和尔一了 他的画 就像我自己的画 就像我自己的创作一样 这是刘海素的临摹 和别人的临摹不一样的地方 刘海素 在旅游期间 也创造了许多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巴黎圣武院 我们看见就像前面一样 顶天立地的 庄严的 雄伟的 伟大的 在这里更加表现的一种 非常崇高的 一种强烈的 一种宗教情感 刘海素还画了一幅叫《雪记》 下学以后 这两幅作品非常有趣 假如我说 巴黎圣武院是热烈的 那么雪记就是冷记的 巴黎圣武院是刚强的 那么雪记就是柔和的 巴黎圣武院是奔放的 那么雪记就是安静的 巴黎圣武院如果像火 那么雪记就像水 刘海素画画的时候 是把自己的心 跟周围的井 完全融为一体 那么刘海素在比利时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画上 对外形的刺激 就像泡沫般的消失 只残留我纯正的情感 我的视觉也就不被外形所束缚 而寄取情感的源泉 在作画时 那种单纯性也由此而来 我就觉得 我自己融化在整个的宇宙中 这段话其中有几句话 可以看到我们理解 刘海素旅欧期间 他的作品的钥匙 我对于这样神秘的世界 在我的画上 对外形的刺激 一如泡沫般的消失 只残留我纯正的情感 所以他在自己的话中 他并不要求自己 如实的去表现 外界的形貌色彩 他要求表现 自己内心的实际感受 把自己的实际感受 和外界的风景融为一体 让我们再看看 在欧洲还有一些话 欧洲风景 如松长青 如水长流 威尼斯 有国画也有油画 刘海素在巴黎的时候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日本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画展 这次画展引起了轰动 那么日本这次画展 他力图说 日本是东方绘画的代表 那么刘海素看到这画展以后 就火速给国内写了一封信 希望国内也准备一个画展 到欧洲去巡展 1934年 刘海素到了柏林 中国的现代绘画就在柏林展出了 引起了轰动 当时许多欧洲的国家都要求这个画展 到他们国家去展 那么当时刘海素很兴奋 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就报告国内 但是国内的反应说 你立刻回来 因为经费只够在德国展出的 到其他国家没有经费 我刚才说过 刘海素是个大胆的人 根本不听 刘海素没有经费 我自己筹办经费 自己在那卖画 来往的交通费让对方负担 他竟然把这个画展在欧洲展出了一年 影响非常的好 到1935年 刘海素回国的时候 应该说载欲而归 这个时候 刘海素在国内艺术界的声望 如日中天 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刘海素何曲画家 大胆创新 画模特引风波 布局成规 包容古今中外 刘海素一生坎坷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书 刘海素 抚恤百年艺术家 杨奇教授解读大师 仪式沧桑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 35年之后到49年 这一段有什么事情 35年回来以后 他还当他的上海美专的校长 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以后 他画了一幅画 叫做巨虎图 两只老虎 这两只老虎 我们当然不太知道 西安事变与两只老虎 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于又任 就是国民党的元老 于又任 在这个画上提了几个字 其实最关键的 就这样一句话 威势百兽 胡虎俱俱 圣武思斗 古都很厉害的 这是百兽之王 总之他们都表现了 希望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大家结成统一战线 一块对付日本人 813的时候 日本军队进攻上海 当时有八百壮士 在一个仓库那里进行抵抗 那么刘海素画了一幅画 八百壮士 1939年的时候 汪精卫成立一个伪政府 当时想拉刘海素 当教育部长 刘海素拒绝了 那么刘海素做什么事情 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到东南亚举行画展 在东南亚举行画展的时候 他卖了很多的画 卖了这些画 有了很多的钱 全都资助抗战 他在东南亚建了余达夫 他跟余达夫说 我真想拿一枪来 上战场跟日本人打仗去 后来他的画展展出了 那余达夫就在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现在抗战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拿一枪来 上战场和日本人打仗 其实也不必要 因为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做 打仗当然需要人 画展也需要人 那么能够开一个画展 能够把画卖出去 能够卖了几百万块钱 能够支援抗战 也是好的 后来东南亚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他东藏西朵 最后被日本人抓住了 日本人抓住了以后 还是希望他当看奸了 他还是拒绝了 那么日本人就把他押回上海 软禁起来 那么这个期间 他画了一些表现东南亚风光的一些艺术上品 巴黎舞女 东南亚风光的艺术上品 万龙瀑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 在解放前夕 有人买了机票 让刘海素到海外去 当时机票非常的贵 可以价值连城 有三张机票给了刘海素 刘海素没有走 因为周恩来给刘海素写了一封信 信中这样说 刘先生 我希望你不要走 留下来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们需要你负责造就新时代的美术人才 我们说1949年解放之后 应该说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担任着就是艺术学员的院长 他的心情是兴奋的 尽管这个校长并不负责具体的业务 但是从他的作品来看 他是兴奋的 他是高兴的 在这时候 他创作了许多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北京天坛》 色彩是明亮的 比如说《白塔》 很漂亮 很高兴 是美丽的 比如说《长城》 都是这首新作品 比如说《湖西太湖》 很漂亮 很美丽 很光明 佛子领水库 不单他表现自然风光黑门 而且直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墨干山建池》 《太湖渔州》 好像朝阳从东方升起 远处是朝霞 是吧 照在水面上一片光明 就像祖国 就像他个人一样 前途是美好的 1957年 他走入了人生的低谷 他被错化为幼害 我依然认为这首的刘海祖 心胸是豁达的 他写了一幅对联 我很喜欢这幅对联 这幅对联这样写着 说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远云疏 宠就像花开一样 您不必高兴 因为它有花落的时候 辱 你也不必叹气 如果就像花落的时候 它有开的时候 留 我有许多的职务 我是校长 我是一级教授 我是政协委员 留 也不必觉得了不起 就像天上的云彩 云卷一样 云彩聚在一起一样 去把这些职务都给我去掉 也不必叹气 就像天上的云彩散了一样 宠辱无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疏 刘海树虽然自己遭到了不幸 但是作品是积极的 这说它有一幅代表作 这幅代表作的题目非常有趣 最爱无花不是红 应该说这个题目大有深意 我是在那个时代过来的 那个时代 红代表革命 红代表社会主义 白代表资本主义 其实在自然界不可能无花不是红 都是红花 没有别的花 这是人不可能的 但是 这表达了刘海树 他自己的一种追求 最爱无花不是红 最好都是红的 我们大家都在红旗之下 虽然他自己遭遇许多不幸 但是他愿意跟上形式 那这时候他还有一幅作品 也表现得很好 红杜尖花 在这一幅作品上 他有个题词 最爱无花不是红 艳阳凭借有东风 不但画都是红的 而且东风又来了 我觉得刘海树 还是尽可能的 希望能够跟上当时的形式 我们看这时候的作品 也并不那么孝顺 我们来看看刘海树 这首其他的作品 艳斗汉公春 那这幅画实际上 是表现毛主席 永梅 所以 这里边的梅花 依然是 朝气蓬勃的 遇事是春天要来 而且 怕你看不清楚 直接把毛主席的 永梅的词写上了 所以他的作品 虽然个人遇到一些挫折 但依然是朝气蓬勃的 是向上的 我们再看他的作品 《黄山天门坎风云》 这幅作品好像告诉我们说 风云还是有的 不像以前那个作品那么乐观 但是作为主调来说 是对美的歌颂 我们再看他的其他的作品 《西湖蝶翠》 美吗 你想不到 这是一个遭遇了极大屈辱的人 他的一个作品 我们再看 《傅春江七里卢》 很漂亮的 为什么刘海素 这时候遇到那么多的挫折 他的作品还能表现这么美呢 因为刘海素一直认为 世界上有丑也有美 有恶也有善 而且他还坚信 美能战胜丑 善能战胜恶 他有这么一段话 刘海素自己说的一段话 他说 但凡是丑恶猖獗的地方 都有美在抗争着 生命和美是不朽的 来吧 松枝将浮去你心灵的灰尘 云海将洗去你幻想的后解 山泉将把大地母亲 最温馨的乳汁充斥你的热能 所以尽管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多少风云 但是刘海素的心是向上的 是积极的 刘海素追求的依然是美 刘海素何曲画家 大胆创新 画模特引风波 不居成规包容古今中外 刘海素一生坎坷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往天上云卷云书 刘海素 抚恤百年艺术家 杨琪教授解读大师 一世沧桑 文化大革命期间 刘海素 刘海素遇到了更大的不幸 我们过去讲过徐蔚 徐蔚有一幅《墨葡萄》 在墨葡萄上 徐蔚把这种怀才不遇的 一种无奈的情感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写了一首诗非常的好 半生落魄已成功 独立书寨笑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外 闲铺闲至夜腾中 其实一切 优秀的画家 当他遇到不幸的时候 他都会想起来徐蔚的这幅画 和徐蔚的这首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刘海素也在画墨葡萄 甚至在墨葡萄上 也写徐蔚的诗 笔底明珠无处迈 闲铺闲至夜腾中 他势必地明珠无处迈 他画的画没有人看 画的画没有人要 他所遭到的就是一些不幸 现在我们看 他画了一个泼墨葡萄 我们再看 咒语全声风满堂 风雨来了 我们再看风雨图 过去我们说过 徐蔚画过墨牡丹 是在他很不幸的时候 刘海素也开始画墨葡萄 一般的来说 艺术家没有画那种金碧辉煌的牡丹 而画一个墨牡丹 总有许多无奈的事情 双松寿石图 因为在这个时候 有什么是艺术家相知的东西呢 因为他正处在逆境当中 人世间的朋友没有了 那么他的朋友只有松树只有石头 所以他写了几句话 松起无骨 十亿有之 为此二者 事为相知 为此二者 只有松树只有石头 才是我的相知 我们看 画碎寒三有 这时候的画碎寒三有 就跟别的画碎寒三有不一样 刘海素自己也有诗 特别是后两句 只恐人间亦反复 故叫写入图画感 因为人间的冷暖是反复的 平常的时候 说的热热闹闹的 关系很好 一旦风雨来了 一旦陷入了绝境 就是另外一幅变故 所以人情的冷暖 他感觉到非常的强烈 当然人世间的黑暗都是回过去的 一切都是瞬间 一切都是暂时的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那么刘海素也迎来自己的 六一个艺术的春天 他像全国人民一样 非常的高兴 画了一个中进式造像 写了一首词 这首词也写得很好 看千年鬼魅依然饥饿如愁 乌纱抛雀更风流 换取香烙一斗 看惯了世上千年的鬼魅 怎么办 中辉依然饥饿如愁 依然要杀鬼 乌煞抛雀更风流 不做官了怎么样 没有关系的 换取香烙一斗 那么现在换一杯酒 来喝喝 庆祝我们的胜利也是很好的 这首刘海素迎来了 自己晚年 最辉煞的一段时间 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看他画的红眉图 一只画笔五东风 点燃煤花彻底红 更有心事 既今日神舟都在菜霞中 点燃煤花彻底红 神舟都在菜霞中 他多高兴啊 一片光明 我们再看他画的牡丹 这时候的牡丹 不再是墨牡丹了 金碧辉煌的一个大牡丹 因为他把这个牡丹 看作祖国的象征 看作人生的象征 天香齐放捅红云 国色昭寒上九戎 祖国一切都是美好的 表现他这时候的一种心境 是很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这幅画非常有纪念意 刘海树画的一幅《海瑞相》 提的一首诗《清风铁骨冻精华》 《剑旅从来全世家》 《何日词官归贡里》 《阴烧醉酒画脏麻》 我们再看看刘海树的其他的作品 《何画鸳鸯》 很漂亮吧 一切都是光明 一切都是漂亮 一切都是美丽的 一切都是美的 一切都是好的 《太平岗昭灰》 《非常有希望的》 《远处的红云》 《池面好风神》 这是刘海树97岁的生日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 《一管晴天笔》 《千秋动地歌》 《天地蒸蒸舞》 《黄山耿耿耿情》 如果要问我 刘海树留下的艺术佳画是什么 最著名的就是《时尚黄山》 刘海树一生十次上了黄山 留下了许多的表现黄山的艺术作品 那么第二点呢 中西合璧 汲取了西方现代派的 也积极的成果和中国化结合起来 刘海树走的道路和徐维宏不一样 徐维宏是把西方的求人写实的艺术融入了中国化 那么刘海树呢 是把西方的表现情感的现代派的艺术融入了中国化 从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艺术 那么尤其是用这样一些手法表现的黄山就更富有韵味 我们来看几幅刘海树这时候的《表山黄山》的艺术作品 《黄山天下无物》 我觉得有的话我们都很难分辨 这些泼毛泼彩还是油画 都有点分辨不出来我觉得 他把它结合得非常好 《黄山丽雪台晚翠土》 《今日黄山》 《易黄山就油》 很漂亮很好看 《黄山白龙潭》 应该说刘海树表现黄山的作品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非常的寻味 非常非常有韵味 有人这样评价刘海树 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 如果要讲文学史 你就不能不讲鲁迅 如果要讲白话文 你就不能不讲胡适 如果讲电影史 你不能不讲夏言 那么如果讲美术史 你就不能不讲刘海树 所以刘海树 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 具有不可磨灭的崇高地位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中华人民大讲堂 就结束了我们也在杨教授的带领之下 认识了刘海树 我想在欣赏刘海树的那么多精彩作品的同时 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是这个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 能够继续坚持去创作去创新 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感动并且值得学习的 在下一集我们将会带领着大家 来到更加令我们神往的墨高窟 来了解中国艺术史上的又一座瑰宝 敦煌墨高窟的艺术成就 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